請務必拿出真本事 在家用電腦看 出外用手機看 不少民眾休假總是很愛追劇 可別以為追劇是在放空耍廢 美國最新的研究發現 追劇會刺激大腦思考 人會變聰明 有些人或許只是為了耍廢 然後他也沒有在思考 但有些人看劇可能就是 有在思考 然後有在分析劇情 比如說懸疑 推流 我覺得這種可能一定程度上吧 但是我覺得像韓劇那種小甜劇 這些我覺得應該不行 民眾覺得要刺激思考還是要分劇情 其實美國這項研究 是將受試者分為兩組 一組看得獎的電視劇 另一組看知識性紀錄片 接著拿出36張人物的表情 請受試者判斷照片內 人物的心理狀態 結果發現看電視劇的受試者 在照片EQ的測試中 表現更為突出 有更高的同理心 社會現象包括精神疾病 包括人性 那這些會刺激我們去思考 所以類似像這樣子的戲劇 確實是對我們有幫忙的 我想如果說跟現實太脫節 那太夢幻 太偶像 那只是侷限於男女之間的 那種愛恨情仇 我覺得這些是沒有幫忙的 醫師認為 深奧的劇情比較能幫助思考 單純的愛恨情仇對思考沒有太大的幫助 不過美國這項研究證實了追劇不全然是在放空 下次看到別人在追劇 別再說他浪費時間 人家可能正在訓練大腦 記者陳旋白 王一仲 台北報導